哈喽各位小朋友我是马同学 昨日咱刚就着演员请就位 聊了宝藏男孩杀意 转头马同学要注意到 节目里的四位导演开始battle 四位导演陈凯哥李绍红 赵薇郭敬明 再献给50位演员导戏 曝光的花絮当中 自成一派的郭敬明 没少被其他三位学院派虐呀 对陈凯哥虐到直哭 被赵薇带头反对 我所有的观点跟郭敬明 正好完全相反 今日挺成一题 郭敬明的导演学 距离被认可还有多远 成功推出过小时代的 系列商业片的郭敬明 参加这个标导演力的综艺节目 最初丝毫是不切场 节目组让给每个导演 同样的演员 每人导一出戏 郭敬明给杀意导戏的时候 每个戏集都亲力亲为 大导陈凯哥看了都在夸呀 细节美感是属于郭导的代名词 这些特质在郭导以前的作品中 也感受过 一到录制现场 咱拍惯了好看的大制作电影的郭导 看着简陋的摄影棚配置 是哪哪都不顺心的 这边给得了我机位吗 我想要一个窝机 你们只有两机是吗 好心酸呢 就担心拍不好 设备不够 咋好看呢 在演员的身上下功夫 对呀 他要求杀意这样做 如果要情绪好看 我希望你做几分 一分一分推进 推进到最后爆 作为演员的杀意 可能是觉得情绪传达 比美感更重要 说了自己的质疑和建议 被郭敬明驳回了 先要正这个调 否则我们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杀意吧 真的是算脾气好的了 但是还是忍不住吐槽 郭敬明导的戏啊 太假 就是假 其实就是假 郭敬明的这套导演理论 网友看了说尴尬 赵薇看了 赵薇就看不下去 在点评学员的时候 郭敬明前脚点评完 赵薇后脚就怼回去 话剧式的表演 有几个段落 有一点多了 我所有的观点 跟郭敬明正好完全相反 郭敬明这么一个敏感的人 被人当场这么说 委屈是肯定的 但事实就是 他的导演理论 不被大家认可 网友爆料称 郭敬明战队太惨 被陈凯克完败 硬生生哭了半个小时 作为导演 眼泪是不顶用的 唯有用作品说话呀 郭导的战绩 说出来其实还是很牛大 小时代系列电影 在2015年就造就了 小20亿的商业价值 绝技更是被称赞 视觉奇观 郭敬明也被称为 内地CG电影界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讲得好鼓掌 回顾往昔 郭敬明的导演学 的确收到了一些成绩 但始终面临质疑 商业的成功是有了 而大众的口碑呢 那可是真的留下了 吐槽声一片 我们就从郭敬明代表作 小时代来看一看 电影中的角色丰满度 时代姐妹花四人 关系错综复杂 但是这个剧情推进吧 只见好好的CP 嘎就蹦 好好的闺蜜 嘎就生了 好好的前任 嘎就下线了 对不起 我没有听错吧 至于这个人物刻画 为何如此的扁平 咱也不敢问呢 咱也知道 需要制造冲突 来让人物更丰满 但是郭敬 咱也不能瞎吐吐 我不听 电影的类型设置 元素多到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们郭敬做不到 有这样的电影吗 林霄的事业经历 是时尚类型片 故里故园的家族故事 是豪蒙恩怨家庭剧 四姐妹去罗马旅行 是旅游公路片 故里公民的斗争 是商议暗战片 林霄的爱情故事 是穷鸟剧乱入 至于效果吗 导演的镜头语言呢 郭敬非常迷恋 蒙太奇魂简 和闪回片段回放 一部电影反复抽插 经常使用片段叙事 故事的推动 则靠私逼和旁白 哎呀 郭敬 我们都是90后 小时候看西游记后 传长大的 疯狂闪回这招 我们早就领教过了 虽然影评人狂deez 我们越看越觉得 你的东西 没有美感 我不能带来很高的 这种审美享受 我就选择不看 但郭敬不接受啊 他没有所谓的一个对手 因为本身 电影就是一个 艺术门的雷 他需要包含 各种各样类型的电影 但每一个观众会 有自己的一个倾向和主导 于是咱们郭敬 继续在自己的路上走到黑 又拍了绝技 演员全程 无实物表演 演员演得难 观众看得难 除了看浮夸的特效画面 演员打来打去 就迅速结束了剧情 观众不知道往哪看呢 郭敬明难道只想让观众 看到炫酷的视觉效果 和刺激的戏剧冲突吗 不 他还想要告诉观众 他的价值观 人间不值得 为爱情和友情至上 然而观众 好像只看到了物质崇拜 人民日报因此展开了 点名批评 小了时代 窄了格局 矮了思想 你看 郭敬明的导演之路 走得很显 这一路与其说 他坚持自己的风格 坚持自己的导演时 不如说 他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的是 近期所有弥补昔日的缺失 物质和认可 童年的经历让他穷怕 上大学的时候为了买鞋子 郭敬明为了一碗蒸蛋 或者一杯奶茶 精打西算 读影师艺术工程的时候 需要设备 其他同学都很富裕 只有他向父母要钱的时候 感到羞愧 当你周围的同学 永远在用最新款的手机 他们都穿名牌的时候 你用的最老土的手机 不能出去逛街 不能在餐厅吃饭 只能永远吃食堂的时候 那你就会觉得 这个城市不属于我了 直到写书成名 有了稿费 才算缓解了他缺钱的尴尬 接着他毅然决然的退了学 创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室 只为功成名就 物质给了他稳定的创作环境 让他开始崇拜物质 但解决了钱的问题之后 抄袭风波让他陷入了舆论 他还急需大众的认可 所以我们能够在 郭敬明的作品当中 看出他最直接的渴望 无论如何 一定要好看 一定要最体面 酷炫的特效 奢华的浮华道 尽他一切所能 给观众视听盛宴 只为一句认可 但在功力不足的情况下 讲好一个故事 和拍出好看的画面 必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电影又非静态的照片 对于观众而言 讲好一个故事 比拍出好看的画面 重要得多呀 可不是 小时代给郭敬明了一份体面 他也一股作气 拍了剩下三步 但是这份体面 也让他失去了公平 拥有写作天赋 极具精商头脑 如今功成名就的郭敬明 曾在公开场合痛哭 他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是不是 我现在屈死死了的话 所有人都不会发觉 是不是因为我叫郭敬明 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 过去郭敬明在电影事业上 高调激进 现在也慢慢的低调了下来 《悲伤逆流程和》是他的作品 但改变电影的时候 他把导演的荣誉交给了别人 没有挑大量 从高调的尝试到低调的前进 郭敬明开始由外向内 也许这是一个好的转变 毕竟自称学了导演 还没毕业的郭敬明 在导演这条路上 道足且长啊 演员请就位 也许是这样一个机会 让郭敬明近距离和陈凯歌 李绍红这样的资深导演学习 就算是批评 对他而言也是良言呢 会做导演 会成为工作人物 远远超过了自己 预设的那个轨道 郭敬明的导演学 距离被认可 到底还有多远呢 期待下一次进电影院的时候 观众能够找到这个答案